这就是 你要不就是要上楼上去躺下去 那你好啊 那你帮我按一下 按哪儿 脖子 谁能想到外表看起来 冰冰有理文文尔雅的花承宇 在感情上竟然装不随便 在冲突之下让张秘神怀上了孩子 这个孩子到来彻底打乱了张秘神的生活 一边跟花承宇分了手 一边又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两难之下 张秘神选择独自成手 跑去国外生下女儿 意识到女儿需要的父爱 张秘神就才将女儿带回国内 张女儿和花承宇相认 有了女儿的花承宇 并没有和张秘神在一起组成家庭 而是选择与张秘神分担养孩子的费用 女儿也还是跟着张秘神生活 面对花承宇做出来的选择 张秘神不做任何挣扎 接受了花承宇这样的做法 只不过常常和女儿分开 才会恨小女儿 期间在一档节目中 花承宇罕见谈及佳人 在说到女儿时 忍不住泪流满面 自责自己不是一个好爸爸 看到花承宇这般可怜兮兮的样子 张秘神隔空回应 表示女儿不怪他 也是暴露了他对花承宇的感情 那么看完你觉得张秘神还爱花承宇吗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